字幕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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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意思意思 今天來到萬禎區 Woodby和十六街 這個商場是王虎仔 我身後面這間店鋪 叫做不見不散 是一間餐館 裏面有很多不同品種的食物可以叫你吃 我們一起進去慢慢再跟你們說吧 碧見不散這間餐館是一間燒烤酒吧 裏面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叫來吃 包括燒烤又或者沙鍋菜 今天我們來到就是相當好的時間 因為可以吃一個午餐的特價餐 剛才我們在外面走過 被裏面的裝潢吸引著 我想進來看看有甚麼東西吃 在門口看到有幾張Fryer 又說有些特價食物 我們數數手指計一計的時間 發覺吃他們的午市特價最適合我們 所以就進來坐下 進來店裏面我又覺得裝潢都挺特色的 我現在坐著這張椅子 可不可以形容為一個雀龍色的椅子呢 有些魚呀 有些水母呀等等 都挺特別 我們今天選擇這個午餐特惠 都挺划算的 叫做一個沙鍋菜 是番茄牛尾沙鍋 至於這個特惠餐裏面有些甚麼呢 我們邊吃邊講 想跟大家講講這個沙鍋 熱辣辣辣 給大家看看牛尾 番茄的份量都挺多 至於牛尾呢 暫時看到有兩件 三件 和我看到湯色呢 都很漂亮呀 顏色方面都好像挺濃 不是說湯的質地 湯的質地就是湯 因為它不是一個汁的 但顏色方面都是 有些番茄湯這樣 這樣 除了有牛尾之外 還有些粉絲 用沙鍋上呢 有個好處就是 保持溫度熱辣辣 牛尾一夾就散了 證明是燜得很軟的 沒錯 很軟 至於番茄湯底的濃度 味道我都覺得挺好 不錯 還有這個沙鍋 剛才我說的是 一個套餐特價 是14.99元 就包括了一個自選的沙鍋 還有一個米飯 還有一個前菜 又或者是一個燒烤 還有一杯飲品 是不是很划算呢 我一會兒吃完 再跟大家講講 我們有些沙鍋菜 可以選甚麼 番茄牛尾沙鍋 我們覺得很滿意 味道相當好 所以那些湯 我們全部都喝光了 剛才所說的套餐 這裡我們跟了這個前菜 是口水雞 份量都相當大 還有去骨 不知道會不會是用雞臂做呢 吃這類型的涼菜 那個汁是靈魂 相信這一種 來做涼菜的雞 應該都不會是走地雞 但是肉質都不錯 雞皮方面 當然不可以跟走地雞 比較 但是我也覺得OK 雞肉是實正的 還有味道 汁的味道 都很好吃 所以都是滿意的 味道我覺得相當之好 至於這個辣度 雖然你看到很多的紅油 又或者有些辣椒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吃得辣的關係 辣味是有 但是我又覺得我可以接受 所以覺得很好吃 醬汁我們都會覺得是香而不太辣 雖然說是有花椒的味道 但是也沒有那種很麻的感覺 另外一個套餐我們選擇了 是烤串 這個是羊肉 羊肉烤串都比4吋 我都覺得分量是相當之多 我沒有想過會有4吋 顏色方面也是烤得挺漂亮的 聞下去很滋然的味道 肉質方面不可以說很軟 但是咬下去是有咬口 但不是說很韌很難得照到 所以我會覺得都是屬於軟的 但不是很梅那種軟 而且味道是鹹淡是適合我吃 還有剛才所說的很大口滋然味道 有很多意 它聞下去就濃烈過吃下去 整體來說我都覺得是滿意的 我都說用沙鍋上菜是好的 還是熱烈烈 這個沙鍋放在這裡都幾分鐘了 名稱叫做鮮湯豬肚雞沙鍋 除了雞之外 我都會看到有些松茸菇和白蘿蔔 還有豬肚 湯色我都覺得是滿濃的 首先形容一下湯的味道 我都會覺得味道是好吃的 有帶一點點辣 但是我看不到有胡椒 而它的菜味也沒有寫 所以我們懷疑辣味是來自薑的 所以都挺暖胃的感覺 還有就是這個 更正一下 剛才說是蘿蔔 但並不是應該是冬瓜來的 看到青色的冬瓜皮的位置 另外是豬肚 豬肚那裡是爽和軟 但是我會嫌它有少少內臟的味道 反而我攝影師老公說吃不到有 但我覺得有一點 至於雞方面 不知道它是不是走地雞 但是我又會覺得它的雞肉的肉質 都幾實正 還有雞皮都有幾爽的感覺 但不肯定是不是走地雞 整體來說我對於這個沙鍋都是滿意的 但如果真的可以改善的話 我就希望它加多一點 不是加多一點 直接加少少胡椒 讓豬肚內臟的味道又可以去除了 喝下去也會更加暖胃 相信現在是吃燒烤專門的餐館 都有這類型的設計 就是將一些吃完的串串 不斷放進這個兜兜那裡 或者一個叫做器皿 相當之窩心 很清潔、很乾淨、很綺麗 剛才大廚走出來 我們有機會跟他聊天 他就問我們對於食物的意見 我就反映了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如果是豬肚雞的話 就加多一點胡椒 胡椒粒就會好一點 味道又會好一點 而且都會較為暖胃的 師傅告訴我們 原來他的雞鍋也有加到胡椒粉 不過就是胡椒粉 難怪我吃到少少新辣味 新辣味不是來自薑的 而且也跟他說 那個雞 他跟我們說是走地雞 難怪肉質有少少分別 不見不散這間餐廳門口 有三張海報 都有些特價餐來的 跟大家講解一下 首先第一個就是燒烤任食 是有午餐和晚餐的 午餐是$29.99 晚餐就是$39.99 而另一個就是午餐優惠 是一個任在店裡的沙窩 都是以$9.99一款 今天我們就不會吃這個了 我們今天吃這個是午餐特惠 星期一至星期日 每一天下午兩點鐘都可以享有這個特惠 套餐一個是$14.99 剛才和大家說過 我們可以選擇一些沙窩菜 或者其他前菜和燒烤的 沙窩菜方面就是選擇一個 不超過$15的沙窩菜 而第二樣東西就是 糧菜方面就是不超過$8 如果不喜歡選擇糧菜 可以有另一個option 就是選擇燒烤 燒烤也是不超過$8 一份的 另外就包括一碗米飯 還有一個飲品 飲品方面就是可以選擇 秘製酸梅湯 又或者是可樂一罐 它這裡寫著外賣 但剛才我問了姐姐 唐食我轉做是一罐可樂 可以嗎 我們剛才一坐下來的時候 試應姐姐就給了一張 任食點單子給我們 因為我們今天來吃是特餵套餐 14.99元 所以我看來看去都不知道 怎樣去點 所以我希望以下下來 和大家說這番話 是給到一些指示也好 一個提示也好 希望你來到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地點到餐了 如果想叫這個14.99元套餐 一個點單子 是不能夠完全滿足得到的 所以我就叫了試應姐姐 就給了一個Menu給我們 因為這個Menu上高 除了有各式不同的沙鍋菜之外 最重要就是有一個價錢在 因為剛才我不是說的 這個套餐裡面的沙鍋菜 是不能夠超過15元 所以如果你看回這個Menu上高的沙鍋菜 你就可以知道應該是叫哪一個 同樣道理 就是如果大家想選擇一個 不超過8元的糧菜 都是要看這個Menu 你就會一清二楚 至於串串方面 都是一樣 串串的意思就是銷效 都是一樣 不能夠超過8元的 所以看Menu 你就可以選擇 不能夠超過8元的 就可以了 希望我以上跟大家講的分享小貼士 能夠讓大家 可以很快地坐下來就可以點到餐 特別是如果來這裡吃Lunch的時候 可能比較急趕些 都可以快點叫到這個餐 還有剛才也說了 這個套餐特別的地方 就是星期一至星期日 都是有的 至於做到什麼時候 暫時就不清楚 好像應該是做到1、2月左右 最好有任何的問題 問回店內的適應 就會比較好一點 類似不見不散這一類型的餐館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很擔心 會不會只是吃一些很辣的菜 可能有很多朋友因為這樣 就不會進來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這裡是吃什麼的 今天來到之後 可以跟大家說 有辣有不辣 正如今天我們所點的兩個沙鍋菜 都是不辣的 所以今天對於他們的出品 我們都覺得是滿意和適合的 所以網友們 如果你們有興趣來試一下的話 無論是吃哪一款菜式都好 都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支持一下我們 也支持一下不見不散 讓多些朋友知道 這間餐館的出品可以來試一下 特別現在他們在做特價套餐 性價比好高 肯定吃得飽的 喜歡我們這裏短片的 請你subscribe和share 給你的朋友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